現在,我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作出聲明 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附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特區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關 應當有效、防範、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行為 就大家近期都很關注的一宗案件 即是英國御用大律師Tim Owen 獲得高等法院批准以專案應許的方式 為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黎智英出庭辯護 律政司司長前日就專案應許申請上訴許可 今天下午中審法院上訴委員會 作出裁決拒絕律政司的申請 我將會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報告裏面 講及這一個案件 並且建議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65條作出解釋 以釐清以下的問題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 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或大律師 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